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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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缩身了有点 对 它就缩身 水分一出 水分就快熟了 这也是基本快成熟的标志之一 对 这个在家里人说了 我无法衡量 我这光看着颜色好了 是 熟没熟啊 这样啊 等一个最大个 看了吗 这个熟了 筷子穿下去不冒血水 不冒血水 OK了 好了 这回就可以冲锅了 我们是 这个虽然是生煎 也没有用几分钟 其实时间用的也不长 对 关键就是一滴油就没割 然后锅里现在还余了这么多油 对 这个时候呢 这锅还有余温 先把芝麻放进去 用那点余温 然后再上上点火 我们现在等于要备一下芝麻 对 当然在家里这个东西 你可以多备点出来 把凉菜用 煮面的时候放点都可以 这样你就不用炒着一个菜 还要炒这个 太好了 接着我们要放花生了吧 对 您要编到什么程度才行 发黄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放花生 花生和鸡翅 都统统往里一倒 那我们的蒜米什么时候 香蒜 蒜米往里倒 现在来吗 对 倒一半 倒一半啊 倒一半 然后呢 我们麻辣鲜 调味 麻辣鲜 调味 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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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 这个都是没有火的啊 最后还要用点麻辣鲜的调味是吗 对对 如果我没有麻辣鲜 我用点什么好啊 用点盐 我们就来点盐就行了 对 我爱吃辣椒 直接搁点盐 也就行了 对对 因为主要突出蒜香嘛 盐你还用吗 我们直接就不放盐了 盐就不用了 好的 对 糖粉来一点点 对 我看见你准备了糖粉 但是我不明白 这个糖粉呢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糖粉 我来手泥了 因为它是粉状的 不明白为什么是糖粉 是这样 因为糖粉呢 本身甜味比糖要没那么甜 甜味要淡一些 再一个 我们今天看了是没有油 没有用水 它是干料 是的 糖粉呢 它比较容易坠匀 再一个 我们加糖粉的一个目的 因为蒜的东西 它炸完了之后 也略微有一点点的苦味 所以我们就是 综合一下口味 好 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明白了 那我实在家里没有糖粉 用一点棉白糖也行 棉白糖也行 还有一种 你说一样要这种效果 拿着酒瓶子给它擀擀就OK了 拿着什么 酒瓶 把这个糖给它擀一擀 对 就是把普通糖擀成糖粉呗 对对对 我用一下筷子 筷子 给 出锅是吧 对 出锅 嗯 你看这个菜做的 其实也算干净利落 油也没用 腌料也都很清新 然后这个蒜香料炸出来呢 虽然用了一些油吧 但是第一 你通过炸蒜呢 你还有了蒜油 可以做别的菜用 对 然后这个炸出来的蒜 本身呢 多留出一些来 也可以再做其他的菜 对 蒜香鸡翅制作要点回顾 一 鸡翅内侧打一字刀 然后放入西芹 洋葱 姜片 香菜 大蒜 柠檬片 然后加入盐 白酒 抓匀 腌制十分钟备用 花生压碎 大蒜切成蒜蓉备用 二 锅上火倒入油 温油放入蒜蓉 进行炸制 当蒜蓉炸成焦黄色后 倒出控油备用 三 锅上火将鸡皮朝下 直接放入锅中煎制 一面定型后 翻面小火继续煎制 全方位煎制焦黄 即可盛出备用 然后倒入白芝麻备箱 放入花生碎和鸡翅 然后倒入金蒜和麻辣鲜调味 最后撒少许糖粉 搅匀即可出锅 那我们就开始学吧 我们之前最大的优点就是 好吃不懒做 天天锦囊教大家制作一道 香甜浓郁的饮品 椰汁红茶 椰香飘飘 香甜暖身 制作椰汁红茶 您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椰汁 红茶 蜂蜜 做法很简单 一 小锅中加入水烧开 沸腾后加入红茶包 煮成红茶汁 然后捞出茶包 二 茶汤中加入椰汁 烧凉后放入蜂蜜搅拌均匀 倒出即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κ